文先生 23岁来自浙江服装店主 苏女士 23岁来自浙江淘宝主播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这对容错率就会高一些 那都是结了婚了 你们这不是刚刚订婚吗 我听着矛盾也差不多 是刚订婚是吧 是的 今年一月份 今年一月份 订了婚之后就变了是吧 对 它就怎么变的呢 它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哪里不一样了 就一月份订婚的时候 就所有事情都是我来操办的 它什么事情都没有过问 然后都是我和双婚父母来操办的 我怎么就没有操办了呢 我没有去参加 那订婚怎么完成的呢 那你不就是参加了一个订婚议师吗 就像是去参加别的订婚议师一样的 那我那时候不是我们事业刚起步吗 对吧 那我工作的事情也很多 对吧 每天这么多事情 那难道我要放弃手头上的工作 然后回去准备订婚的事情吗 我都跟我爸妈说了 这些事情的话 他们也能够处理好 然后我忙我这边的事情就可以了吗 可是我也没见你对事业有多上心啊 因为我是做主播的嘛 就播了很久 在那直播就卖衣服卖货 从晚上五点多播到十点多 就卖了很多衣服嘛 然后第二天他应该发货的 他在那边就是拖拖延延的 然后玩手机 最后导致就是很多客户都退货了 那你累我也不累吗 那你平常负责直播 那我也在幕后工作对吧 然后你直播前 我也要给你准备好对吧 那你播完之后 那些衣服还要我来处理 去把它发货这些 不都要处理的嘛对吧 然后你说发货慢 那有些顾客的话 他是冲动消费嘛对吧 那我肯定要等一个时间 他确定不是冲动消费的话 那我再给他发货嘛对吧 那这样的话也不会 就是有运费上面的损失呀对吧 主持人他玩出来就有借口 他那时候就在那边玩手机 那你说你对事业很伤心 上次我们跟客户约好了 下午两点 然后我们要去谈生意 你为什么会迟到呢 那我就问你 结果是不是合同已经签成了 那我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你为什么非要拿过来抢呢 有票吗 可是这样子不是给客户 一个不好的印象吗 我们本来所有事情 都已经准备好了 东西也拿好了 门也锁好了 你到了楼下 你又说我有东西没有带 我要回去看一下 那你这不就导致我们迟到了吗 那我回去看一下 东西有没有辣 再检查一下对吧 我也是做事情谨慎一点嘛 耽误几分钟怎么了 那你看看你迟到那么多次 你成功会有多少次 你以为你每次迟到 每次都会成功吗 那不下次我们早点准备好 那不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吗 这个不是说人变了 怎么说着说着说工作了呢 你们订婚是一月份订的婚 是吧 对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啊 结婚他一直没有给我 一个准确的日期 他就觉得订婚就已经完了 就结婚的话就一直都没有给我 我是觉得现在的话 婚已经定了嘛 我想把事业稳定下来之后 咱们再结婚 行 那我明白了 为什么女生对男生在这个 订婚之后的事业这块这么上心 因为是稳定之后才能结婚 是这意思吧 对 他还有什么变化吗 还有就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 花钱 对 而且特别喜欢抢着买单 就有一次我们去海底捞 就本来朋友都是说好了 我们要AA的 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吃了一千多 说好AA 然后他自己偏要先去抢着买单 那朋友生活上不是对我有帮助吗 对吧 那我请他们吃个饭 怎么啦 又没事对吧 可是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是很多次 那朋友请我吃饭的时候 你也没看到呀对吧 那我每次跟你去的时候 都是你请客的 那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吃个饭 那大家谁买单不是买单呀对吧 那干嘛要在意这些细节呢 你就老是因为这些小事情 就管这个管的 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在家里面 我想轻松玩个电脑 他都不让我玩 打游戏是吧 对 说起打游戏的好意思说了 他上次为了打游戏买装备 花了几万块钱 那游戏的话 那不买装备那怎么玩 没法玩吧 游戏一点体验乐趣都没有 对不对 那后来你不是一直叨叨叨 我把游戏装备都卖了吗 那还赚了钱了 你怎么不说呢 那你花在游戏上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又在世界上 你现在就不得了了 那我这不是为我们婚后着想吗 那我婚后也会赚钱呀 那不影响婚后呀 那你现在就一直这样说 就让我感觉 我婚后就很没有安全感 他玩游戏上瘾吗 玩得厉害吗 他玩得很厉害 而且他不是说 这个游戏他卖掉了吗 他后来又玩另一个游戏 那个游戏 我又没怎么花钱 那那个游戏有一天晚上 他从下午就一直玩到晚上 然后他玩就还算了 他也跟别人语音 打游戏和朋友之间 肯定要开语音 配合才会好一点啊 才会赢啊对吧 那我是不是提醒你很多次了 那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那你后来干嘛 把我网线给拔了 让我一个人游戏乐趣没有 让我其他朋友也没有游戏体验 那我多没面子呀 那后来你是不是把键盘砸了 就砸给我看了呀 那我还不能愤怒了 我咋下键盘 那后来呢 后来我是不是就好声地说了你几句 你直接就走了 你直接摔毛走了 那我想静静行不行 我静静都不行吗 那当天晚上 你就根本就没有回来找过我 就一直对我冷战 到第二天都没有找我 那你当天晚上在干嘛呢 我当天晚上我就很伤心啊 我就在那儿哭啊 行 听明白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很不成熟 花钱大手大脚 这都是在订婚之前没发现的 是吧